自己眼前的玻璃看似没有任何奇特 垂直降落的铁球 人头模型的冲击 却造成了截然不成的效果 在破碎背后 哪些是合格的 哪些又是伪劣的 驾驶中眼前的玻璃又是如何形成了凶器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汽车安全警示录制 透明盾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车没有那么多 关于车的养护问题 我们可能很少有人关注 那个年代车大部分都是单位的 或者说是公共运输工具 像现在这样 到处都是私家车的场面 我们以前还真的没见过 不过私家车一多了之后 它同样会带来一些问题 那就是我们能不能好好的关爱自己的爱车 有的时候走在路上 我们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比如说前面有一辆拉工程沙土的大车 这个时候就特别讨厌了 它万一有一点遗撒 砸下些小石子什么的 搞不好您那车上的漆就能够掉一块 最危险的 有的时候大车两个轮胎之间 它要加一块砖头 它的速度一起来 砖头要是飞出来砸到您的前挡风上 那个可承受不了 所以对于现在车的安全性来说 不仅仅要注意安全气囊 发动机是不是到时候撞了之后能够吸能自己下沉 不仅仅是关注于安全带这些设备 同样封挡玻璃它也很重要 汽车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可是有些时候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伤害 在诸多的伤害因素中 汽车玻璃带来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被害 往往被人忽视 这是浙江杭州最美司机吴斌受到伤害的画面 迎面而来一个铁块穿透汽车玻璃 击中吴斌 看到这一幕人们不免疑问 汽车玻璃如果再做得更硬一些 是不是就能抵挡来自车外的一切伤害呢 情况却并非如此 玻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人们把石英砂石灰石等玻璃材料 经过高温等一系列处理制作成玻璃 制造出来的玻璃经过加工再强化 形成今天人们眼前各种各样用途的玻璃 而且这品种多样的玻璃 凭视觉往往不容易分辨 这就是两块完全不同的玻璃 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3.1毫米的厚度 这是一块没有刚化过的普通的浮法玻璃 我们下面就开始做一下这个冲击的一个实验 这是在北京的一家汽车玻璃检测机构 我们要使用227克的小熊 从2.5米高度降落落到玻璃上 这种冲击可以考察玻璃的硬度 现在就可以看到没有刚化的玻璃 它破碎之后都是这种非常锐利的能角 会把我们的手腕割伤 还有或者对眼睛都非常危险 这是没有刚化之前的一个玻璃 就是非常锋利 然后这个很容易拿上手和身体的其他部分 显然如果司机面前的是普通玻璃 一旦玻璃受到外来冲击破碎了 锋利的断面极有可能使人受伤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 当前汽车玻璃都经过了刚化处理 我们就是做一个模拟 但是实际检测针不是这样 我们就把它这样扔到地上 但是这一块就看一下试一下吧 它不会看完 还是还是会写 我们实际的玻璃碎了之后 就是这种很小很小的这种小颗粒 就是这样能保证一个安全 在测试中虽然刚化玻璃 在经用一米的高度落地就摔得粉碎 可是这些颗粒看上去却很独特 人的手揉上去也不会出血 这如同魔术一般 人们不免疑问 刚化玻璃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再拿一块 这块扫掉 刚化玻璃的空气过程 就和金属的这个过程是完全相似的 它就是在先把玻璃加热到700度左右 急冷瞬间急冷然后再还冷 这样的话内部的话就会收缩的更多 这样这个表面上就会形成一种压硬粒 玻璃表面的压硬粒 让玻璃内部聚集了大量内聚能量 一旦玻璃破碎 就会碎成很多小的颗粒 这种小颗粒对人来说会大大减少伤害 当刚化玻璃同样被重量为227克重的小球 从2.5米的高度冲击 它的破碎结果又会如何呢 巨大的视觉差距让人看得出两种玻璃的差别 没有经过刚化处理的玻璃一旦破碎 边角非常锋利 如果这破碎发生在车祸中 那么这玻璃碎片轻则划伤皮肤 重则割破血管危及生命 而进入汽车制造领域的刚化玻璃 在铁球的撞击下必须保证球不能穿透进入汽车内部 否则将危害到汽车内人的安全 在交通事故中 汽车玻璃导致的附加伤害并不罕见 由此看来 如果把汽车玻璃做到足够坚硬 它是否就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证车内人的安全了呢 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司机眼前的玻璃看似没有任何奇特 垂直降落的铁球 人头模型的冲击 却造成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破碎背后哪些是合格 哪些又是伪劣 在驾驶中 眼前的玻璃又能否保证您的安全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汽车安全警示录制 透明盾牌 凡事它都得有一个洞 前挡风玻璃也是如此 不是说坚固的飞得跟坦克装甲一样才好 那个的确有好处 对面飞块砖头什么的 咱不怕 但是真的要是太硬了 遭遇一些紧急情况可能反而成为麻烦 您就比如说这车如果被水淹了 泡到水库里了 不小心的话 你想出去这玻璃发现周围全打不开 那怎么办 再有太坚硬了之后 如果您忘了寄安全带或者安全带失灵了 一个紧急刹车的头砰撞上去 脑袋都破了 玻璃纹丝不动 恐怕这种情况也没有人希望它发生 所以它必须得硬到能够阻挡外来不明物体的冲击 但是也得有一定程度的软 软到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在实际的汽车制造中 前挡风玻璃却更加独特 两层钢化玻璃中间加了一层特殊的粘性材料 使玻璃变得更加结实 在记者的猛击中前挡风玻璃只是破裂 却没有散开 这样的玻璃是否就可以保证司机的安全了 三下 对 将227克重的铁球继续升至10米 放上一块当前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 小球降落 玻璃果然没有被穿透 看来这玻璃的确安全 然而技术人员却告诉我们 如果这次撞击发生在行驶中的汽车上 伤害却已然造成 为了展示这伤害的效果 我们架设了高速摄影机 在高速摄影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垂直降落的铁球是怎么伤到人的 选择了同样的小球 布置了同样的玻璃 测试人员首先矫正小球弱点范围 然后让小球再次以10米的高度降落 在高速摄影下 一个细节出现了 小球撞击玻璃后停顿不到一秒 这短淡的一秒 让撞击的能量被汽车玻璃迅速吸收 可是在这一秒钟里 飞溅的玻璃碎屑如同天女散花 这印证了即使球没有穿透汽车玻璃 车里的人也未必安全 因为它这个线模拟的是外面的 小的冲击体对玻璃的撞击 所以你想它要外面冲击的话 我们称的是反侧 反侧实际上在应用的时候 就是车内的那一侧 所以如果它剥落的太多的话 那肯定对车内的撕撑人员 肯定是有伤害的一种 可能性会大一些 挡玻璃碎茬超过15克 就极大增加了飞溅到人脸上的可能 那么这样的飞溅 如果出现在实际的碰撞中 会对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这是一次实车碰撞事件 车辆以30千米的时速撞向刚性台 由于刚性台发生的变形 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这相当于两辆相对时速为60千米的车的碰撞 虽然速度并不高 可是碰撞甲人撞击玻璃后 玻璃还是出现了剧烈的变形 高高的隆起似乎在告诉我们 这个碰撞很严重 玻璃虽然并没有完全碎掉 可是试验甲人额头上却扎满了 玻璃受到冲击后破裂的玻璃茶 玻璃碎茶即使没有让人隐命 可是它们也可以伤害到人的眼睛 滑到人的脸 那么对于玻璃碎茶的要求 怎样的玻璃才是合格的呢 所以这块玻璃本身的温度是40度 40度 刚刚我们这个227克的球 是从10米的钢路 自由落体落下来的 你看这个钢球就没有 没有能够穿透这个玻璃 然后背面又很少亮的玻璃 所以说明这个玻璃是实际上 波弯了一样 却只造成了一克重的碎茶 一克的碎屑 不足以造成对人的破坏性的害 可是没有掉下来的碎屑 是怎么被粘住的呢 然后我们现在平常 家用轿车上面 还有卡车上面用的这种 前挡的风 前挡风玻璃 都是采用这种夹层玻璃的结构 这种夹层玻璃的结构 它就像一个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三明治一样的 它有外面 外侧和内侧是两片玻璃 中间有一层那个胶片 有机的胶片 通过这种工艺把它粘合在一起 来达到一个复合的 一个最终的一个产品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三明治一样的汽车玻璃 靠着中间的夹心树枝材料的粘性 布起了一张网 这张网可以把这撞击的能量 充分吸收掉 来减少对人的伤害 这种特别的树枝 无论是在零上40摄氏度 还是在零下20摄氏度 都能够保持良好的粘性 一旦发生碰撞 就可以保护驾驶人员 汽车为了避免受到外来的冲击 可以把玻璃做到适当的硬度 可是紧急刹车或撞击时 来自内部的惯性危险 又该如何回避呢 这些交通事故 撞击的力量让汽车玻璃已经跟车体脱离 人也必然会受到重疮 紧急刹车或者撞击 人的惯性会让身体不自觉地前行 会撞击到汽车玻璃 这个时候汽车玻璃如果强度太高 会成为横顿在人面前的一堵铜墙铁壁 让人生生地撞上去 那么人的命就不保了 可是在内部撞击下 玻璃该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 才能体现出它是合格的呢 这是一个人头模型 它模拟的是人头 两侧模拟了人的肩膀 当人头模型身高到约1.5米 随即降落 这就如同人的头 在紧急刹车时撞上了汽车玻璃 一声巨响后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人头模型应该受伤不轻 可是从高速摄影的记录来看 模型外观也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在实际的撞击试验中 人的头撞到了前风挡玻璃 玻璃虽然破裂 但是人的头却得到了相应的保护 应该来说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外伤 或者说内伤的话 应该是有严重的脑震荡会产生 不会死亡是吗 是否死亡 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几率的 高速摄影下 人头撞击到汽车玻璃 玻璃碎裂 人头虽然受到一些外伤 却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命的安全 加层钢化玻璃靠着中间特别的加层材料 让降落的人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加层玻璃的重大作用 在碰撞试验中显现了出来 既然汽车玻璃有这么先进的技术 那么为什么吴斌所开的车会出现玻璃被击穿的情况呢 其实即使再安全的玻璃也只是相对而言 冲击物的速度越快 形状越尖利 那么冲击物对玻璃的压强就越大 当压强达到玻璃所能承受的极限时 玻璃便会被冲击物击碎 甚至是传透 司机眼前的玻璃看似没有任何奇特 垂直降落的铁球 人头模型的层击 却造成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破碎背后哪些是合格 哪些又是伪劣 在驾驶中 眼前的玻璃又能否保证您的安全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汽车安全警示录制 透明盾牌 您看 这几十年 我们说制造汽车的工艺 确确实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 新中国第一辆轿车的生产的资料电影 那里面看上去真的是好落后 当时就是旁边搁着一个画架子 有一张图纸 然后一群工人拿着锤子在敲钢板 生生的靠手工打造出来一辆汽车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包括我们挡风玻璃的设计 它同样需要既讲求坚固 同时又得保障安全 那就是说人在车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刹车的时候 人撞到前面的时候 不能说一下子把头都撞破了 但是玻璃还没碎 又不能说碎了之后它不牢了 撞完之后人飞出去 你要解决这些麻烦事都只能靠通过平时的实验来解决 实验技术的厉害不厉害也是验证了你汽车制造工业本身的一个水平 当然我们说看到这这一块挡风玻璃看起来应该是满足我们前面提出的要求了 但是没想到装上去之后问题还是来了 这回问题出在哪呢 现代科技水平使汽车玻璃变得越来越安全 它们既能有效阻挡外来冲击的能量 又能够适度吸收内部撞击的能量 然而 即使是这样一块看起来异常优秀的汽车玻璃 能够经受住227克重小铁球的考验 可是这也并不代表它就合格了 我们看看它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试驾人员开上了安装了这块玻璃的汽车上路 可是事先下方 通过车窗看出去的物体却是严重变形的 如同波浪一般 几分钟之后 试驾人员已经无法分辨 眼前正前方的物体了 如果长期你看到一个窗外的 那个车外的物体的话 它是变形的一个状态下 会使你产生一个视觉的疲劳 这样会造成驾驶的一个危险 另外也会造成你对物体的一个形状的一个误判 也会造成一个驾驶的一个危险 主要是产生一种视觉的疲劳 汽车玻璃虽然经过了撞击冲击等诸多考核 但是由于玻璃表面突凹不平或者局部不均匀 使通过的光线产生天离 从而产生光积变的现象 使车窗外的物体看上去变得形 最早的话就是造成这种光积变的现象 因为我们那个加成玻璃的胶片还没有普及 它是通过那个胶水灌到两片玻璃中间 然后通过那个光合作用使它固化 这样的话就造成那个胶水灌的那个 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 最后就造成这种光积变的现象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它这种胶片用得越来越普及之后 这种那个光积变的现象 就是由于光积变造成的产品的不合格的概率也越来越低 层层筛选加上高科技检测手段的使用 让汽车玻璃的安全性逐渐完战 同时功能性也在不断增加 未来汽车玻璃除了保证人们的安全之外 也一定还会增加更多的使用功能 让人们的驾驶更加舒适 然而无论再好的玻璃 如果在高速的撞击之下 车辆已经面目全非时 恐怕人想要安然无恙的可能性 也就微乎其微了 所以要想真正做到行车安全 就必须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从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想一想整个汽车发展史最开始是没有前面的这块玻璃的 它本身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 您看现在你再厉害的车只要是民用的 就算是敞篷跑车 可以没有顶棚 但是您听说过没有前挡风的吗 除了军用的一些特殊的车辆 民用咱们是根本不敢想的 您开着车出去 这风兜着谁也受不了 但是现在这期节目也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对于风挡玻璃 它有很多的要求 我们再设想一下 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会不会到了有一天 风挡玻璃就好像有点跟气木一样 气木一样 我们开车的时候 它变得非常非常的结实 任何东西都进不来 但是当我们撞它的时候 又发现它可以完全的把人撞击的能量都吸收了 还能把人包裹进去 形成一个安全的像残碱一样的东西 但同时它又不会像现在的这种玻璃做的风挡一样 落上雨点那就很脏 或者有石子会把它划了 它永远是干干净净的 如果真的有这项技术 那可就太好了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乘车时 当你被窗外的美景吸引人 灾难也在向你一步步移进 而车上漂亮的挂坠 又会对你造成怎样的伤害 种种不良的乘车习惯 时刻的威胁着你的神秘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汽车安全警示录制 隐形杀手